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在进门之后想要见到新娘还有重重困难 例如伴郎闯关环节 伴郎和兄弟团需要完成姐妹团设置的困难游戏来进入下一道房门 在完成了诸多的游戏后 新郎终于可以如愿以偿地进入到新娘的闺房 新娘与新郎签下婚器按下红色指印来完成契约 在兄弟团在兄弟团找到被藏起来的婚鞋后给新娘穿上便可带新娘出归房 随之而来的是进茶环节 新郎需要进茶后称呼新娘的父母为父亲母亲 在新娘父母给予代表认可新郎的红包后 便可以将新娘接回新郎的府中 由于是在新郎方的家乡结婚 南方的亲戚也是很多 为了避免出现杂乱情况 这个时候就需要站在中心的这位新郎家的主持 来保持仪式的流畅 大举内容是在与新娘家的进茶环节大同详异的 中国人办任何喜事都喜欢人多热闹 这代表了喜庆 红包是中国人从古至今流传的文化 各种喜庆的节日都会以红包来代表心意 各个地区各个家庭都会有不同形式的结婚仪式 但是大体都会保留以前的良好习俗 以传递文化的火炬 在结束一篇繁琐中式的婚礼流程后 请大家欣赏融入西方元素文化的晚宴环节 中式婚礼的内核 是媳妇嫁到婆家并被接受的过程 表面上主角是新人 实际上一切都被封建的家长操控 西式婚礼的主角是新人夫妇 现代的年轻人追求平等与自由 他们希望从西方融入的开放性文化 获得精神上的满足 这就是为什么从90年代开始 越来越多人选择西式婚礼 作为晚宴阶段的原因 这样既保留了中国的文化习俗 也能让新婚夫妇们 通过西式的晚宴感受到尊重 平常吃��康的加远 一切都可静 我一直到受我最大的幸运 原谅到我不再说天天地 这是我从未来到我上看过 新娘的安妮包含 但相信我 当然我不是最好的 但我会用一辈子的笔去按摩 同意 同意 今天之前我一直都感到非常焦虑 但到今天这道爱城市 我这一直在东西沙 围绕完的时候 故意工作向你 老汉说话怎么不舒服的场地 都会有此刻特别好 有人说 如果你的生活中心 一定是因为有人代替你投送信心 小时候是爸爸 现在有多点愿意 谢谢你爱我 谢谢你 谢谢你 爸爸也跟我一样 把我的生活中心 都能怀疑你 在老汉里头 我们在看着世界时 就会在美人阶段 我们内容 这一天精神解决 看看你的 独播的旅程 我们这样子 肯定 也要尝尝一句 我爱你 本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